今早開始的焦點 當然先看著港股的走勢 今早跟隨美股低開過百點 友邦開市時反而繼續可以破頂 大行唱好 瑞信和高盛都升了目標價 看好它第一季中國新業務價值 增速加快 另外一隻匯控中會出規則 規則前股價偏遠 但另一隻恆生其實可以向上 還有焦點股份 看到開市前有大手成交的李寧 今早非常活躍 另一隻體育用品股特步國際開市時 都升超過4% 公司就有2億6千萬美金 就收購K-Sweets、Palladium等等的運動品牌 好了 先跟兩位談談 5月第一個交易日 大家看 正好 昨天升那麼多 看著美股弱的 但都只不過是乾升 成交得7、8億 今天開始我們又回到一些 看到市依然強勁 都是一隻友邦 我們今早不講的市 先講友邦的表現 下個星期五才出業籍 但那些行政策就調升它的目標價 瑞信看96 高盛看94 大家就看中國新業務價值的增長 增速加快 一百年的增速已經增3乘3 今年來新一年還可以看到它增速得這麼厲害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信心呢 我想信心來自他們在內地方面 去年開始有一些新的城市 可以讓他們開一個客戶中心 這個客服中心來講 其實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它在內地方面的業務的增長速度 是有一個潛在進一步加快的力度 其實都看回內地有很多的 叫做有錢的中產 甚至是非常有錢的一些富豪 他們都是在資產配置的方面 是有很多的考慮 當然也都是會有機會 就是說去買一些國家容許的 一些外幣的投險的產品 所以都看到其實內地那方面 整個那個業務的增長力度 其實是可以有進一步加快的機會 尤其是都問回內地那些人士 他們對於內地的一些保險公司 信心度不是很高的 因為他們都遇到很多的問題 包括就是說在叫做去索償保險那時候 來講是遇到很多的阻力 也都就是說要交很多的不必要的文件 變相就會是令到大家對於 就是說AIA友邦的信心 和也都講過口碑那方面是非常之好的 因素其實都見到就是說 友邦雖然在之前面對了很大的難關 就是那個叫做限制出境外去刷卡 就是去拿錢去做一些投保的限制 但是他們仍然而解 現在來講的內地那方面是再進一步 開放那個叫做保險業務的限制 對於他們來講是絕對有利 因此都可以這樣看回就是 你以過去來講 以一個30%的增長幅度去看回一個相對高的基數 今年未必會有30幾% 但是雙位高的雙位數字那個增幅 我相信就是怎麼都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聽上去市場其實對業務表現有信心 加之而現在就有些憧憬 大灣區支持開發醫療保險產品等等 其實都沒有真正在股價那裡發財 但是這樣啊 你看看那個股價走勢 熬了二三月 市場怎麼動 它都沒有動 現在來爆這一下可以升到多少呢 下星期五才出季績的 它是很有格的 很有Pattern的 業績出之前等於先炒好 如果我們只看去年的業績 季績出了之後 當日就馬上回一回的 因為累積升幅 但是出了季績之後的一個月累計 其實還可以升到差不多7% 會不會這個Pattern會繼續複製下去呢 我想都要看回那個大股氣氛來配合 明顯地1、2月的時候 我們看回股價圖 其實有幫助的升勢就不錯了 但是似乎去到3月和4月的時候 就高位橫行 昨天再升的時候 當然某程度上就是因為大股氣氛配合 另外一個方面 都會是因為受到一些大行來唱好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5月、6月 傳統港股的表現相對上會比較差一些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產生一些獲利盤 以致到在90元這些位置會不會有阻力呢 這個方面投資者其實都應該要考慮一下 和剛才說的一些前景的憧憬的時候 我相信都要回歸一些基本面 剛才說的那些因素 其實不會在下個星期的業績會反映出來 反而比較大的機會 就在第二季以至到第三季 所以暫時來說 我們這些消息的衝勁 都是配合大股氣氛 就不適宜對友邦的一個短期股價 就太有期望了 這些股份其實要慢慢去儲 看它慢慢增長 但是中午出的匯控又如何呢 之前四天已經是連升了 跪跡之前 反而今早早的表現就一般 綜合一些官方自己出 披露勸商的預測中位數 它已經告訴你 預計首季經調整 稅前營利安年要跌超過半成 信貸損失可能會急速增加到超過兩倍 現在大家一個驚喜的位置 就看看它的positive draws 就是收入增長是不是高 只需要增長這樣東西 還有是不是真的會裁員 股價很無情 如果真的裁員這個計劃 就是股價會有反應 但是這樣 今早很有趣 就是它可能是升四日回一回 反而有隻黑馬恆生 都是在業績之前的規矩 就是它又不會出規矩 但是它的走勢 反而又是有些突破 大摩還升它的目標價 245元的 你如果一路等匯控是怎樣 不如back下去恆生是否好些 應該好些的 因為重提回來說 恆生過往來說 派息是派得相對高的 因為主要一個原因都是支持 匯控有一個比較高的 即是叫做股息收入 以及亦都要提到 恆生在香港的因素方面 是比較重的 亦都因這個因素 其實它是無所謂的 太過擔心 就是海外的業務收縮 甚至海外那方面 那個壞漲率是相對高的 負面的因素 而且亦都要看回 本地的整體樓市 開始見到 就由今年的三月開始 逐步有一個比較快的回升 這個亦都會是促使到 在那個叫做按揭那方面 那個業務是有一個比較看好的一個誘因 而且亦都看回恆生他們本身來說 在過往一個叫做股價下跌的走勢 完成了之後 其實一直都見到 就是說有比較多的資金 在低位一直吸進去 而且亦都看到 就是我們見到上個星期開始 突然之間就是相對起其他的 一些本地銀行股 它在那個叫做 是每日的淨的資金流入那方面 亦都是有一個顯著的增加 那似乎真的有很多投資者 是預先是炒定恆生線 因這個因素 其實大行出來是再搶一搶 股價的表現來說是相對起 匯豐是要好很多 但是起碼看回說股價在這一陣子上升上來 暫時恆生都未見到有個比較大的阻力 但是匯豐在現在的水平下 就算升到上68這些位置 其實都見到那個沽壓重重 很難是令到匯豐在短期裏面 就算業績出賣 是有一個突破機會 好 加薩一點是重點 銀行其實很看著地產市道 黑摩基礎開始上回去 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市場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或者一個撕裂 明明你看到兩大的經濟體 中國美國第一季GDP做得這麼好 但本來講的是十年來的增長 最小到09年第三季以來的增長幅度 再看上天政府出一些預知的數據 預估的數據 私人消費按年幾乎沒有增長 這就跟我們現在當下看到的股票的走勢 甚至乎上天零售股全部做好的現象 是一個完全相反 今天收市之後 本港會出零售數據 這個數據就對於本地的零售股 其實都有幾指標性的 而且這些本地零售股 都幾受這個數據的影響 阿聶Sir覺得這些股份又怎樣 明明全世界好像很好 只會讓我們經濟不好 相對上來說 這些數據都有些少許的滯後性 因為我們明顯地公佈的數字就是一至三月 即是現在已經是四月份 所以那個參考性未必真的那麼強 反而就需要去考慮到底這個差的數據 會不會延續到第二季都有這個狀況 還有在三四月來說 其實都看到一眾的零售股 那個表現就不是真的那麼出眾 就不同我們剛才說到的一些金融類股份 所以變成你說如果你撐回一些 那個息率方面就會比較高一些 就是相對上來說 可能有四厘或以上的 就作為一個長線的收息的時候 都仍然會是一個的考慮 但是你說想著就搏撈底去反彈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的投資價值就不是真的那麼高 好 這些數據暫時都是少少制候 實質的數據應該月中才會出 那你如果挑他好的地方 那按季的經濟增長就比較好 因為去年第三、第四季 第四季按季是要倒退 這次叫按季比起去年的第四季 反而GDP是升了1.2%的 那如果你看到股市是先行的經濟 那個方向是否應該還有機會再上呢 現在行之飄移11.5倍 和近十年五年的平均水平又差不多 下星期還有中美談判 現在說到如果達成的交易 那可能會有機會見面 但是環球時報的狀態又反過來 就覺得很模糊 現在給市場的看法 帶市跌多了 那大家都問了 五月應該要跌 或者頭三個月升那麼多 應該要調整的 或者頭四個月升那麼多 未來現在跌超過200點 那CASTER會不會覺得來了 即是下個星期內地股市服市的時候 才看到的增長 其實如果你看回市 五月份傳統是剩下的 亦都這樣說是跌的 但是跌的幅度呢 如果你看回其實真真正正出現 是超過5%的跌幅 過去十年來講只有一次 也都看回超過5%的升的時間 亦都是有一次 那平均算起來 其實都是講的是2%左右的波幅範圍裡面 那所以整個市 在一個叫做1月2月3月這樣升上來 去到4月那時候 再有600多點的升幅之後 來到這些位置 暫時真的要再進一步上升的機會 我反而覺得就不高 但是會不會出現一個很急的下跌呢 那我又覺得就是暫時用回平均 那個過去的情況去看 那只是講的是2%左右 其實都是有限的跌幅 而現在去看回50天線 是29,200 而且也都看回就是說 最近來講 那市整體都是觀望為主 並非說急著腳 看到那些資金是流走 那似乎他們在那個叫部署上 只是說暫時忍手不做事 就不是說在現在的時間來講 是先離場再觀望 所以暫時五月份 都是會比較偏弱一點 但是都是剩下的 那市都是應該要調整的 以往賣樓的人通常說 樓要好就一定要股市 財富效應 這次會反過來 股市如果要調整的時候 真的要靠樓市來帶起呢 大家都知道將軍有個盤 收票成萬宗 然後今天其實也會有些數據 CCL中原城市領先指數等等 如果市要調整 但是地產股會不會因為樓市 還是很暢旺 反而這個版塊可以看得更好 我自己覺得那個參考性 其實就不是這個的看法 明顯地樓市的表現是好的時候 我相信就是一至四月 就是港股的表現做好 剛剛阿威尼都說到那個財富效應 可能某程度上 帶動樓市是升上來的 但是如果我們去參考 就是去年恆子和樓市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六月開始 恆子就是有一個下跌的狀況 但是相對上來說 樓市就要去到八九月才會跌下來 換句話來說 其實就要確認了那個股市的下跌 可能都要看到有兩三個月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換句話來說 現在數起的話 可能就要 如果你說恆子算起 起碼都要跌到去近七月甚至八月 才會令到樓市有一個下行的壓力在 所以短期來說 似乎就是在這個上升的空間 樓市來說我未必看是這麼多 但是相對上 在高位繼續橫行的機會就會比較大